在東京奧運桌球混裝項目上 林雲如和鄭宜盡四局全勝輕鬆擊退了法國組合 順利取得了銅牌 在奪牌的這一刻 鄭宜盡的辦法機動而站了起來 好球!恭喜!哇! 恭喜我們鄭宜盡跟林雲如 替我們中華隊拿下了歸為20年的奧運獎牌 我們來看一下現場 現場相信已經放棄了鞭炮 我們也都紛紛祝福 表現非常好啊 就是期待他可以在那第二面第三面 大家都開心 大家在這邊都開心 鄉長也順利就來修好了 好好好 對 你看說我已經哭了 會進進去喔 對啦 他就溫暖地打了一個緊張 國族的服務狀況 今天火力全開 因為早上昨天晚上有告訴我 爸爸我今天一定要火力全開 為台灣拿下一位 桌球粉霜的銅牌 在比賽過程走著電視的宜蘭市長 江聰淵也特別獻上去 Yeah!贏了! 東京奧運桌球 藍鯉粉霜的銅牌戰 我們看的真的非常感動 快哭了 看到雲汝跟宜靜 可以攜手合作 來打敗化國隊 爭取到奧運的銅牌 這是我們桌球史上 很好的一個成績 而來不易 我們要感謝民主局宜靜 這一段時間 他們的辛苦 而且承受了很大的一個壓力 雖然兩人年紀相差10歲 投作過程中 鄭宜靜會分享經驗 場上冷靜的小林 則會多一些主導策略 宜靜大旦搭檔球境非常頂尖 有不同想法都可以跟小林溝通 但一盡期待說 他們的搭配只是個開始 不止兩屆 未來還會再多打好幾屆奧運 桌球第一個項目混裝就贏得了獎牌 鄭宜靜和林溝如認為只是個好的開始 接下來單打團體賽 也讓我們繼續為他們加油 翌日 22號 3號 7 8 8 8 9